大家好,我是小杨,今天早上从市场买了一条金汤鱼,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做法,不腥也不柴,肉质比较细嫩,做法也非常的简单,金汤鱼我已经清洗干净了,我们再打上十字花刀,这样能快速的入味,也能非常快速的蒸熟。 下面我们准备一个盘子,在里面放入葱姜,加点清水,用手拽一下葱姜里面的汁水,把金汤鱼放在里面,淹上十分钟。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,不管做什么鱼,都不要放食用盐和料酒,加料酒会影响鱼肉的鲜味,加食用盐,鱼肉就不会那么鲜嫩了。 大葱切掉葱芯,切成细丝,姜片也切成细丝,再切点红椒丝,再准备一片葱叶,也切成细丝,再放入几根香菜梗,用清水浸泡一下,我们的五彩丝就这样做好了。 腌好的金汤鱼身上涂抹食用油,锁住鱼肉的水分,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加的鲜嫩。 下面锅中烧开水,上面放一个盘子,摆上葱姜片,上面再放上两根筷子,再把金汤鱼放在上面,上面再铺上葱姜。 盖上盖子,蒸15分钟。 下面我们再来做个料汁,锅中放入清水,把木耳,葱姜和香菜下锅焯三分钟。 焯好之后,把里面的残渣捞出。 在里面加入蒸鱼豉油,香醋,胡椒粉,生抽和白砂糖。 搅拌均匀之后,关火备用。 这个时候,我们的金汤鱼也蒸好了,把上面的葱姜剪去,把里面的筷子也去掉。 倒出里面多余的汤汁,再放上我们泡好的五彩丝,倒上我们熬好的料汁。 再淋上炸好的花椒油。 好了,我们这样一道鲜嫩入味的清蒸金汤鱼,就这样做好了。 这样做出来的鱼肉,不腥不柴,口感鲜嫩又美味。 做法也特别的简单,喜欢就赶紧尝试一下吧。 我是小杨,感谢朋友们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